他真的有耶 豬豬 可憐的豬豬 就在快速道路上 你沒有看錯 一隻活生生的豬就在車道上 所有的車輛都放慢速度 就怕傷到他 不過也因此造成車流回肚 豬隻出沒就在29號晚間 台七四快速道路 往大理市區的方向 警方到場後偽權介護 不過豬隻求生欲極高 想要徒手抓卻都抓不到 雙方周旋 園林公務段人員也到場 四人一豬在車道上僵持不下 這一隻豬多次掙脫 最後在眾人合力之下 總算成功捕獲 並有脫掉業者將豬隻脫離現場 施主表示要從南投 再往太平獨宅場 途中不知為何掉落車外 本案警方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法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開罰新台幣儲一萬八千元以下罰款 若造勢致人重傷或死亡 將掉扣或掉銷駕照 另外同樣在台七四線快速道路上 有民眾上傳影片 有兩輛機車近期在內線和中線道行駛 其中一輛白色機車還惡意將車牌遮住 後面囂張載著妹子 警方表示機車違規騎上快速道路 又遮蔽車牌 最高共可處一萬零八百元的罰還 三日五集會員 您配出台中采訪報道